因应疫情的冲击 国民党主张由政府发放现金 才可以真正帮民众纾困 不过蔡总统上午受访表示 政府规划两阶段做法 现阶段是纾困 等疫情趋缓就是振兴经济期 会发放酷碰券刺激鼓励消费 蓝银显然搞混了这两个阶段的政策 还说不该随便大撒币 稀释资源 蔡总统到饭店了解充电再出发计划 因为疫情冲击经济 劳动部鼓励劳工 利用暂时减少的工时时段 参加训练课程提升技能 不过政府一连串纾困措施 在野党却高喊发现金比较快 这样的诉求总统不能认同 无分别的大撒币的话 那不但就是说 这个需要协助的人 他拿不到他所需要的 这个数额的现金补助跟协助 那么事实上你把钱发给 所得收入到一定的程度 虽然受到疫情 但是生活没有受到巨大影响的人 其实对他们实施现金补助 其实在意义上比较不大 钱要花在刀口上 不过防疫工作 超前部署 国际有目共睹 甚至有网红发起募资 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 让台湾声音被看到 WHO缺乏了13点声明 强调过去10年来 WHO一直跟台湾保持交流 总统举例子反驳 我们提出了187项的参与专家会议的请求 但是我们有70%的机会是被拒绝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个案被允许参加 而没有一个全面性的确保 我们是可以完整的参加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总统再度喊话 台湾有能力贡献国际社会防疫体系 不能没有我们 记者小比小也是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